今天下午,瑞士曹蒙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李磊加盟球队 球员最快将在元旦之后前往瑞士 这是北京国安七年时间,送第三位球员前往欧洲刘洋 此前两人分别是张细哲和张成栋 都是早早回国,刘洋算是失败 如今李磊成为第三人,能否站稳脚跟 是接下来加盟初期面临的问题 作为中超传统豪门,北京国安仅在2009年拿过一次中超冠军 此后连续11年一贯难球 随着昨天晚上0比5惨败广州城 球队距离榜首15分 最快下一轮无缘本赛季中超冠军 此外这场惨败,创造北京国安顶级联赛的最惨失利记录 如今,在本赛季中超尚未结束之际 北京国安提前运作关于李磊的流洋事宜 根据曹蒙俱乐部的官方公告 李磊将在明年1月正式加盟球队 同时将身穿4号球衣 近些年,北京国安大力支持球员前往欧洲流洋 2014年底,张希哲加盟德甲球队沃尔夫斯堡 成为季杨晨、邵嘉一、郝俊敏后 第四位登陆德甲的中国球员 结果7个月时间返回北京国安踢球 在德甲没有出场一分钟 还被俱乐部带到上海参与汽车销售活动 在张希哲早早结束流洋之后 张成栋租借加盟西甲球队巴利卡诺 成为中国球员登陆西甲第一人 比起张希哲 张成栋在西甲联赛和西班牙国王杯先后出场过 没有那么尴尬,2016年1月初 张成栋也是流洋半年之后返回北京国安 因此,李磊这次加盟瑞士草猛足球俱乐部 跟张希哲和张成栋不同的地方 是没有选择五大联赛的球队 而是欧洲二三流联赛 对于这个选择,李磊接受西北旺看台的独家采访 透露,我觉得我的能力T5大联赛可能不太够 所以选择了加盟瑞超 我想先去见识一下欧洲二流级别联赛的比赛质量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去到五大联赛 如果你踢不上比赛 那刘洋的效果和意义就没有了 下个月前往新东架报道之后 李磊需要先解决语言和适应俱乐部的问题 再是逐渐赢得出场机会 最终踢上主力位置 这次人在左偶长是足装的 乱给高本市里的质量 询 chest 的 alam 和